很多糖尿病患者对如何管理糖尿病不是很清楚,今天我们就看看长寿的糖尿病患者都是如何管理糖尿病的, 学习他们的控糖经验,帮我们实现长寿梦,鲍伯克劳斯,病史85年以上鲍伯克劳斯,1921年出生,1926年患医型糖尿病,2011年5月23日在自己的家中,正式庆祝自己的90岁生日,而此时他的糖尿病史已达85年,经验,一,他把糖尿病的获利,看作是自己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,而不是怨天尤人, 像疾病屈服,二,对饮食控制极其严苛,他说,我的身体就像是一部车,他需要多少能量,我就提供多少能量,如果他只能烧汽油,我绝不给他加柴油,要想控制糖尿病,你必须在身体需要的时候才吃东西,不需要的时候就别吃东西。 对我来说,饮食的唯一目的是维持生命,而不是像大多数人一样,为了追求感官上的愉悦而不停地吃。 三,一日三餐固定,什么时候注射胰岛素,注射多少胰岛素,了如指掌。 四,严格控制血糖,传奇糖尿病兄弟,病史共163年,罗伯特·克利夫兰和杰拉尔德·克利夫兰是兄弟,二人均患糖尿病。 哥哥·杰拉尔德,出生于1916年,16岁患糖尿病,到2009年去世时,有78年的糖尿病时,享年94岁。 蒂利·罗伯特,出生于1920年,5岁患糖尿病,到2010年去世时,有85年的糖尿病时,享年90岁。 经验,他们比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,更加在意自己的健康,锻炼的次数也更多,时间也长,只要没有任何低血糖的症状,他们就会将自己的日常活动量,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,一来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,进一步降低胰岛素的剂量。 通过调剂活动量,凭感觉来模糊控制血糖,借可能地接近正常水平。 罗伯特,87岁的时候,还经常在户外骑车,20多英里。 杰拉尔德在80岁放弃网球运动之后,一直定期地参加老年活动班,在90多岁的时候,还用2公斤重的哑铃进行力量训练,同时将体重控制在最低。 1.格拉迪斯道尔,病逝85年格拉迪斯,出生于1916年,7岁的时候患糖尿病,身体虚弱,1922年开始接受胰岛素治疗,一生共注射6万多次。 2008年去世,享年92岁,经验,依严格的饮食控制,周密的胰岛素计划,从没有忘记过胰岛素注射,健康活跃的生活方式。 从小到大,每天忙忙碌碌,糖尿病患者想活多大年岁,完全由自己说了算,除上述经验外,如果您能做到以下10点,对延长寿命肯定有帮助。 10招长寿方法,你得懂1.戒烟,吸烟会增加糖尿病并发症的几率,戒烟对于预防糖尿病发生极减轻,延缓糖尿病并发症都是非常有益的。 2.良好的饮食习惯,注重饮食质量,少吃多餐,每餐七八分饱,遇到再喜欢吃的食物,也绝对不要多吃。 3.严格控制体重,每周都要称自己的体重,只要发现体重有一丝增加,立即通过饮食和运动,把体重调回正常。 4.平和的心态,有业余爱好的人心态更好。 5.学会调节释放压力,每当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,可以找熟人聊天,这样可以通过倾诉和谈话等来缓解自己内心的压力和负面情绪。 6.充足的睡眠,良好的作息习惯,糖尿病人一定要保证平衡的睡眠,既不能太长,又不能太短,每天睡6到8小时,比较适宜。 7.血糖达标,空腹血糖4.4到7.0毫模尔每升,餐后2小时血糖4.4到10.0毫模尔每升,糖化血红蛋白,7.0%,可根据年龄和病情适当调整控制目标。 8.血压达标,血压控制在130-80毫米拱柱,可根据年龄和病情适当调整控制目标。 9.血脂达标,甘油酸质,总胆固醇,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,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,这四项都要达标,血压粘稠度保持正常,必要时进行抗宁治疗。 10.并发症筛查,每年一度的心血管,神经病变,肾病,眼底的并发症筛查必须要做,发现异常及时处理。 精品推荐许章荣,原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6医院糖尿病基础知识100问徐领领北京协和医院如何驾驭胰岛素,达到最佳控糖效果。 糖尿病之有杂质刺破解餐后高血糖,食物血糖生成植树糖,尿病之有杂质摄破解餐后高血糖,食物血糖生成植树糖,尿病之有杂质自射破解餐后高血糖,食物血糖生成植树糖,尿病之有。 谢谢观看